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在上节课的课程中 我们说过了 这个趁着表达式的原字符 是有非常多的 好 所以说我们在课程里面 不太可能把所有的原字符 都给大家一一的过一遍 其实这个也没有一个太大的必要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介绍了一个反斜钢D 它是代表一个数字字符的 好 那么大家其实自己查手册 就可以知道反斜钢大D 是匹配一个非数字字符 再比如说反斜钢N 匹配一个幻号符 这些所有的东西 它们可以归为一类 它们是属于重复的知识点 好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原字符 我们怎么讲解 好 那么我的一个讲究思路是 我会重点讲解一些模式 好 那么什么叫做模式 比如说如何匹配任意字符任意次 又如何匹配任意字符 至少一次等等 这样一些匹配规则 我们会向大家重点的介绍 还有比如说正者表达室里面 有这样一个贪婪和非贪婪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向大家介绍的 好 那么我讲课的方式 还是更加倾向于用这样的一个实力代码 来向大家逐步的演绎每一个知识点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正者表达室的 第一个主要的模式 我们把它称作叫做字符集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示例 我这里有一个字符串s 在这个字符串s的内部有一组一组一组的字符 那么我们为了描述方便 现在姑且把每一组字符称作是一个单词 那么在我的字符串s下面 我们有1234566单词 好 那么我现在要求你找出 单词的中间一个字母是c或者是f的单词 好 那么请大家听清楚 我要你找的是中间一个字符是c或者是f的单词 关键点是什么 关键点是或 好 很明显 我们不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普通字符来做这样一个正则匹配 比如说 我也想匹配字母c的时候 我直接打acc 它只会把一个acc给匹配出来 但是我们说了 我们还有或f 那么afc是匹配不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是c7变匹配 好 这里已经打错了 应该是ac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果然它只能匹配出acc 那么我们的或f就匹配不出来 好 所以说这里我们又需要用一种抽象来概括c或者是f 好 那么如何来抽象字母c或者是f呢 这个就是我们字符集的作用 我们的字符集使用这样的一个中括号 把我们要抽象的这样的一个字符写在这个括号里面 很简单 如果我们要抽象c或者是f 我们直接在这个中括号里面加上c或者是f 好 然后让我们运行看下效果 好 果然 acc和afc都被选择了出来 好 那么从这个示例里面也可以印证 我上节课所讲的 我们经常会把这样的一个普通字符 最外面 括号外面的a和c 加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原字符 组合在一起使用 好 那么通常情况下 这个普通字符 以我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它们通常是用做这样的一个定届的 也就是说它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字符可以帮助你在很大的一个字符串里面具体的确定某一个小段 普通字符通常来说都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如果没有a和c来给你定届的话 你是无法直接的筛选出这样的一个单词的acc或者afc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普通字符给删除掉 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结果 大家看到这是我们想要的 它确实是匹配了原字符c或者f 但是你看第一个 第一个c或者f 第一个c或者f的匹配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第一个abc的c 对不对 好 然后c或者f又连续匹配了acc的两个c 然后这就是两个c了 然后第四个c是哪里的 adc的 这样的匹配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借助这样一个普通字符来帮助我们定届 好 那么这个是我的一个经验性的一个总结 可能很多的书和教材里面都没有这样给大家讲过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普通字符和原字符 它在混合使用的时候的一个特性可以帮助大家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更快的找到思路 好 好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字符集的特性 字符集的特性就是出现在中括号里面的字符 它们之间是或关系 c和f就是匹配c或者是f 我们可以再加上几个 比如说cf 好 我们再加上一个d cfd 好 这个时候它就应该匹配是三个来了 对不对 accadc和afc 或的关系 好 然后我们再介绍字符集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用法 我们这里的cfd 表示我们要取出中间 但是中间是c的 是c的或者是f的或者是d的 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匹配的是不是c 也不是f也不是d的 好 那么方法就是在中国号的第一个地方 加上一个这样一个向上的箭头 就是你的cf的加6 打出来的这样一个字符 好 然后这样的一个匹配结果我们看一下 好 它将匹配 不是c也不是f也不是d的 那么它将会匹配abc aec和ahc 对不对 abc aec和ahc 这个就是一个取反的操作 好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关于字符集的用法 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属于一个技巧 如果说我们要匹配的字符太多 如果说我们要匹配的字符太多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字符的顺序 来省略中间的字符的 我们都知道字符它是有一个顺序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背的字母歌abcdefg 对不对 好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匹配的是 从c到f的话 我们不需要像这样写cdef 我们怎么写c到f 好 这样它就可以把cdef全部都匹配出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结果 好 cdef全部匹配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字符集的特性 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好 那么关于每一种特性 我们单独的作为一个小节 好 那么字符集这个小节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